有多久没有再听到你的消息 在茫茫人海里怎么相遇 爱怎么好聚好散 和要怎样才圆满 爱情像一颗坠落的流星 I miss you so much 一遍遍说给自己听 I miss you so much 会不会突然想起我 I miss you so much 会不会突然想起我 这是鉴定报告副本 什么意思啊 这什么 您看到的没错 这是您和坤金的DNA亲子监听报告 你背着我去做DNA啊 我没想到变成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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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叔叔 您还好吗 没事 什么事 因为公司明天有几个新的项目要开盘 所以公关部门对集团的整体包装做了一些调整 您看一下 您看艰员的 aument 我们去的时候 我去的时候 就去的时候 要是有这个 prze? そして有点充分 那我们再做自己的事 我去做个事 最近家里挺乱的 也没有去看宇兰 宇兰有我们照顾着呢 你啊 就把自己的身体顾好 千万别乱动 陈阿姨 你坐吧啊 我先聊着 我去给你们倒茶 谢谢啊 你怎么知道我身体不好 刚才啊 他们两个打电话 我听到的 这件事情啊 我早就知道了 都怪我多罪 说什么去做亲子鉴定 这倒好 弄出一个儿子来 还怕你害生病了 你已经都知道了 真是好事不出门 坏事传千叠啊 让你见笑了 实在不好意思啊 说这么见外的话干吗呀 我也是真没想到 会遇到这样的事情 你说我也是一个女人 我能不理解你现在的心情吗 这老公出轨呀 就够让人受的 还平白无故地弄出一个儿子来 这不是骗上驾骗吗 对不起啊 秦岚啊 这件事情 你就这么顺了 什么意思 法律规定 昆金可是有继承权的 不管你以后是离婚也好 还是分割财产也罢 这种事情都要处理清楚的 你都被骗了二十几年了 你就算是不离婚 也应该让她好好补偿你 对 我让她好好补偿我 弥补我这二十多年的青春 对了 叶太太 这件事情 还请您替我保密啊 放心吧 面子上的事情还是要保住的 谢谢 妈 我给你弄了橙汁 对身体好啊 陈安妮 谢谢啊 秦岚啊 那你喝点果汁啊 这果汁啊对身体好的啊 那我先去个洗手间啊 好 请 阿姨 不好意思啊 我的咖啡不小心打翻了 你能帮我去收拾一下吗 好好好 没关系 谢谢阿姨啊 那我先去帮你收拾啊 来 谁啊 你们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你就算躲到天边去 我也能把你找到 你们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你这个骗子 你这个混蛋 你见过这个黄犯子 妈 妈 你开门哪 妈 你开门哪 我不是找的 你在这儿吃香喝辣的你啊 你冷静 我冷静什么 我冷静在下来呢我 你听我解释吧 你解释什么 你给我解释得清楚吗你 爸 你快开门哪 你从泰国回来的时候 你是没有工作的 你是在我们这个酒店做主厨的 是谁看着我一点 你要不是做我们家的上门女之画 你哪来的资金你来投资啊 你有现在的成就吗你啊 都是我 是谁啊 谁心事在那儿跟我说 我是没有回事的 我清清白白的 现在好多了一个儿子 怎么回事你跟我说清楚啊 我哥 你说清楚 我在泰国的时候 我跟思太夫 你 我真的没有什么 我 我不知道他已经怀孕了 要不然我不会回来了 在这结婚以后 我没有做任何对不起你的事 你何必这么大吵大闹的 是 这么多年是过去了 可是你知道吗 当你这个莫名其妙的儿子 出现在我眼前的时候 我不知道该怎么接受 我无法接受这个现实 你知道吗 你想跟我告诉你 你知道的 我曾经跟你说过的 如果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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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开门哪 我出来你的一位 雨泽 昆金 你找我什么事情 有件事 不知道 你 你怎么突然 变成这样 是不是发生严重的事情 是 昆金 其实我爸 喂 雨昕 哥 你快点到布兰恩大酒店来 爸爸和妈妈打起来了 你快点来啊 你别急 我这就来 快点啊 昆金 跟我走 去哪里 我等一下还要跟老板 学说一道行猜 你放心 我一定会让我爸 给你一个交代的 什么意思 去哪里 哥 雨昕 你怎么才来啊 哥 你怎么把昆金带来了呀 带昆金来自然有我的道理 你别问这么多 爸妈呢 他们在房间里面 我怎么喊他们都不出来 雨昕 你去让服务员来开门吧 好 我怎么没想到呢 我现在就去啊 妈 你没事吧 我没事 天使阿姨 你是不是被起伏 你怎么在这里的 谁带你来的 是我带他来的 雨昕 你为什么这个时候把这个人带过来啊 他是个外人 妈 昆金不是外人 他也是爸爸的儿子 胡说什么啊 我不是这样的 他可能有没有到这里 我怎么只能打得好 我怎么掌握 我没打破的 我終于说话 他不太带了 你组的感情 是的 是真的 怎么样 你满意了吗 我真的特别后悔认识你 我真的特别后悔认识你 我还那么傻 我真的特别后悔认识你 帮着你长爸 吵着吵着 找到了我老公 天使阿姨 行了 你不要叫我什么天使阿姨 我不是什么天使阿姨 我没有你想象得那么好 都怪你的妈妈 怪的妈妈当年勾引了我老公 否则我们家 怎么可能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呢 我不可以这样说我妈妈 我妈妈是好人 这二十几年 她一直在等爸爸回来 要不是省重病 她不会让我来中国 你算了吧 你不是还为了我们家的这些家产吗 否则你妈妈 怎么会让你到这儿来认亲呢 不可以这样讲我妈妈 我妈妈不是你们想的那样 放心 我根本就没有想过要分你们的家产 也不会给你们带来不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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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爸爸 你可不掉 好 坤金 妈 你的话有些过分吗 你只要你给我回来 玉璇 你给我回来 妈 这是我的亲生儿子 妈 他就像个外人说话 明明是我受了委屈 妈 妈 你别太记得了 他很快活过分 你 妈 你太记得了 妈 妈 你没几个叫我老婆 我 喂 宜兰姐 雨昕 怎么是你啊 雨哲呢 我哥追坤金出去了 手机烂在这儿了 你来 刚买的砂锅粥 喝点吧 小艾 送我出去一趟 雨震那里好像出事了 好 抱歉 就可以了 老婆 抱歉 你疼了 我们不要ris 我来上海 根本就没有要分财产 我真的只是想看看 妈妈一直想念的人 到底是什么样子 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生下了我 可是那种人 怎么值得妈妈等他二十几年 我现在不需要他承认我 我也绝对不会承认他 与者 我真的 好后悔来世中国 我 走了那么远 受了那么多苦 得到的却是一个 我需要我的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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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能 Christians 都改变不了我们两个人 是兄弟的事实 而我这个弟弟 也永远会承认你这个哥哥 哥 你放心 我会一直陪在你的身边 我们兄弟俩共同克服一切困难 永不奋力 对 余泽 我还好有你在 谢谢你 干杯 我为爸爸烦恼 你呢 你为爱情烦恼 你喜欢的人是佳明 其实我一直以来 都想跟乙兰说清楚 但却怕她受不了刺激 可是我如果不和乙兰说清楚的话 我和佳明之间 再这么下去 我们肯定再也无法回到从前了 你说 我究竟该怎么办 怎么会成这样啊 回头再跟你解释 先扶着回房间吧 我不回去 不回去 余泽 我把你刚刚跟我说的话 再跟佳明说一次 你不讲我讲 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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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回头一来 又好 从来没有变过 佳明 佳明 你放在我身上 佳明 宇哲也喜欢你 你应该拿出勇气来 宽金 听我讲 你们两个 那么不容易才走到一起 要整齐 绝对不可以轻易放弃 我都说了 好 好 宽金 你喝醉了 别说这么多了 来 我送你回房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给你煮了碗虫草花汤解酒 喝完再走吧 家明 明明一切都好好的 我不明白我们两个人 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一步呢 小明 一蓝 小韩 我知道 宇哲喝多了 小韩 你能帮我把宇哲送到车上吗 别管我 别管我 烊 虫草花汤 可以解酒 我去拿个打包喝 你带回去给宇哲喝吧 不用了 家明 我知道你和宇哲有感情 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断的 我会等她 等她的心慢慢回到我身上 你喜欢的人一直是家明 你是因为责任才和乙兰在一起的 对吗 小韩 你知道的 你了解的 爱一个人的感觉 我知道你有各种各样的为难 可这样为难自己真的好吗 你打算把自己一辈子的幸福 都倒在这些责任里面吗 我就问你一句话 到底喜伯喜欢乙兰 我从来就没有爱过乙兰 这谁都知道 他自己为什么就不信呢 我喜欢的是 宋 家 明 你听到了 我也希望他的答案和原来不一样 你把一个不爱自己的人留在身边 你觉得这样有意义吗 只要他人在我这里 我就已经很满足了 我知道 他们不可能说断就断 但是我有耐心慢慢等他 他们只有几个月的感情 而我们 却有十几年的会议 你只能靠回忆在那儿硬撑着 你不觉得这样很勉强吗 是 乙兰 对不起 昨天晚上我喝多了 你今天怎么 怎么了 没有 挺好的 雨智 我这两天在医院 好无聊啊 我们出去走走吧 你还记得吗 小的时候 我就像现在这样 一直跟在你身后 那个时候我就在想 我可以什么都不要 只要能一直在你身边就好 我还记得 小时候 我们相处得很开心 你干什么 好 是忘不了宋佳明吧 沒關係 我等你 這還疼嗎 還好這兩天好多了 好 我給你消息 醫生怎麼說 醫生說暫時也沒有找出原因 只能先等 現在能做的 也只有等了 小韓 其實我知道 你比我更擔心已來 你一直都默默地守護在他身邊 你應該告訴他 都是徒勞的 他的心在你這裏 就像他再怎麼在乎你 你的心一直在家命身上一樣 這麼多年了也許 沒有人比我更了解你吧 是啊 有時候我甚至覺得 你比我還要更了解我自己 你就是那種認定了什麼 都不會放棄的人 如果給了你一件你不喜歡的東西 你寧可不要 就算要了 也會搞砸 你想說什麼 我想說什麼 你還不明白嗎 你一件事 你的事 你幾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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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幾乎 你幾乎 就去你幾乎 你幾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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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留下来陪我吗 我就在这儿 等你睡着再走 有你在 我就什么都不怕了 那就不是 小韩 你先回去休息吧 等她醒了 你再过来接班 宇舟 我知道最近 因为这事 还有家里的事 搞得焦德莱奥 你也该好好休息一下了 至于乙兰还是家明 你再仔细地想一想 想想到底该怎么办吧 除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安 你怎么来了 宇哲呢 宇哲太累了 你睡着以后就让他先回去休息了 过会儿再来换我 他不是说会一直陪在我身边的吗 怎么走了呢 是不是又去找宋家明了 不说这个了 你渴吗 我给你倒杯水 这是什么 你为什么不吃医生给你开的药 你不用管 你疯了吧 拿自己的身体开玩笑 你不怕恢复不了吗 你不怕疼吗 疼又怎么样 只有这样宇哲才会留在我身边 我不怕疼 我只怕失去他 为了一个不爱你的人 这样做值得吗 我太了解宇哲了 只有他觉得亏欠我 才不会离开我 一条腿我心甘情愿 叶小姐 那检查结果出来了 怎么样 没有什么不好的变化吧 是有些变化 叶小姐的腿虽然很疼 但是它是有了转机的 可能上次的检查结果太不理想 我们预估地过于悲观了 从这一次的检查结果看来 腿部神经开始逐步恢复了 只要后续好好的配合治疗 腿部功能能完全恢复 希望很大 太好了 亦兰 医生 这件事情 还有其他人知道吗 目前只有你们两个知道 那好 医生 我希望你替我保守这个秘密 暂时不要告诉别人 因为我想给大家一个惊喜 万一中间有什么差错 只会让我的家人更难过 这个必须的 因为这是病人的隐私嘛 谢谢 好 那我还有其他病人 我先忙去了 恭喜你啊 叶小姐 亦兰 为什么不把这个好消息 告诉家里人 好消息 对我来说根本就不是 宇哲能留在我的身边 都是因为我的这条断腿 如果腿好了 他随时会离开 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小汉 你不会把这件事情 告诉宇哲的对吗 你能怎么样 你能瞒她一辈子吗 假装自己做一辈子轮椅 我管不了那么多 你只要替我保守好这个秘密 就能够了 我没想到这个医疗 你怎么能把这种了 我一直见过 你来说 你只是想要是神经病 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阿平 都怪我不好 我没能好好照顾乙兰 如果你还在的话 你会不会怪我呢 请进 叶总 叶小姐来了 乙兰 你怎么回来了 你不是该住院吗 怎么了 出事了吗 爸 我想求你一件事 老大 账目我已经做好了 您要不要公募一下 放在这里就可以了 阿聪 最近店里的事情多亏你了 老大 你这样耗着也不是办法 以前你和佳明在一起的时候 经常会看到你笑 现在呢 自从叶小姐出事之后 你每天都沉着脸 一看就不开心 是啊 这段日子 这段日子 其实我们每个人心里都不好受 现在能做的 只是先陪着乙兰把腿治好 也许等到她的情况没有那么糟糕 或者有所好转了 到那个时候 也许我们之间还能有转机 也说不定 好 瓜哥 寂寞化身泪 淡淡思绪又为谁 别再等梦幻化成飞 朝已无需人飞 云在摇晃 时光追不上流水 当我们有法追回 随风行行的水 神经无邪的时光 像重未应退的心碎 我们都会爱过谁 背离这救生的结尾 神经无邪的时光 随从未应退的心碎 我们都会爱过谁 回首尖有你的余味 细雨绵绵 谁来见悲欢笑脸 诺言太远我看不见 留在远方回忆 我们都会爱过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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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之所以说